哈喽 大家 我这也是马上要去北京的人了 北京 你别跑 在那待着 我要去找你 今天呢 把之前没有介绍过的 或者应该是有一个人介绍过 但是呢 我把所有的灵力放在一起 一起来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人的第一件爱马仕包 有可能是从Lily开始的 为什么 因为可能十八九岁二十猪头这样的女生 她不会希望自己另一个略显老气的这种 薄金和凯莉 所以呢 更倾向于 以从一个Lily包开始 Lily这里有三个尺寸 这两个粉色系 一个橘色一个粉色的 这两个是三零的 看一下这样的尺寸 算是比较大重的 就是很多人会选 那这个是26的 就会略显小一些 然后这个可能因为颜色深 看起来会更小 那这个呢 是34就比较大了 像这种荔枝纹的 这个是swift皮 其他 这两个会比较细腻一些 也是不同的体格 然后所以说你在挑选的时候 其实可选的这个参数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几个呢 只是我们店里目前的指标 拆一个看一下吧 这个是橘色的这个 这橙色 这几个包橙色都还不错 有一个是九层性的 应该是这个 其实Lindy因为它的 基因视野并不多 总共就是两个拉链 加一个这个 以及它底部的几个保护钉 所以也不会说很显旧 因为皮具 本身它不会觉得特别旧 皮的部分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填充拿出来之后 里面的空间 就可以展现给你们 超多的空间 大家如果 如果有需要装很多东西的话 建议可以买一个 内胆包 对可以放在Lindy里面的内胆包 可以让Lindy立体一些 然后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那如果 不放那样的东西 或者你放的东西比较少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对 然后或者肩胯的时候 是这样的 这样的造型其实 非常百搭 然后也是非常受欢迎 很多人也非常喜欢 这样肩胯着一个Lindy 可以去拍照 非常上镜 好 这几个包的价格呢 简单说一下 这里面最贵的是这个 Lindy30 未使用的 这个 这个是一个全新未使用的 Lindy 然后防身带也在 所以 它的价格也才48000 相比 国金和凯蒂的话 就 性价比高很多 其他的 其他的三个 目前的标价都在 3万2 对 3万2而已 所以说 你这样一个包 3万2 爱马仕的 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非常值得入手的 那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喜欢的 这个我从来没有拆开过 我也拆开一下 看一下吧 爱马仕的这个气味啊 是别人模仿不出来的 可以去尝试去去 闻一下你手上的 爱马仕薄薄的皮 皮子这个味 这也是鉴定的一部分 即便是有这样的东西 也遮不住它本身的这个味 非常好闻 然后 卯钉橙色不错 里面 一样的构造 两个 侧兜啊 它的里外都是有这样的侧兜的 两边的里外都有 小小的手柄 绿场的话就是 这样 以及 这样子 一个绿色的lindy 搭配衣服搭配一根丝巾 对 这样的包呢 在一个手柄 那也有人 两个手柄上 可以搭配一条 推理 然后这样子 会更多样一些 然后 丝巾的颜色 可以和服饰的颜色 进行一个搭配 总体感觉是一个很耐用 很 很实用 然后容量很大的包 三万多的价格 应该 我没有差底价啊 然后 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我在 各个平台 呃 发布的 观看量最多的一条 也是有关于lindy的 那一条叫做 爱马仕 就是两款lindy 来了一个小朋友 对 那个小朋友呢 是我的女徒弟 以前的同事啊 以前的同事 在航空公司的徒弟 好 那今天就是这几个了 看上哪个 再联系我吧 早上好 也不早了 我昨天专门拿了门店的钥匙 想要今天早点过来开门 然后早点上传视频 然后还可以再继续打包 昨天没打包完的东西 结果 九点半才起来 现在十点半了我才到 还好别人有钥匙 可以先开门 不用耽误开张啊 胡子也没挂 今天要带着胡子拉叉的路一天 好 好 aqui 出门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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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革可能稍微多出了那么一点点 不像有的 不管是其他品牌也好 或者房品也好 它的边油为了掩盖住 它皮子本身的毛糙之类的状况 它会把边油涂得特别厚 但是爱马仕就不会 它的只是在原有的皮子的基础上 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拉链上面 会有一个小小的爱马仕的logo 那这个logo实际上是刻印刻进去的 有的可能就是在表面 就是造假的话 它会只能在表面停留一个 就是像是镭射印上去 或者是射上去的这样的东西 而不是说是刻印刻到里面去 它是有一个高低的凹凸的 然后拉链呢 爱马仕的拉链不会有那种 拉手的那种感觉 会比较光滑一些 即便是手套在上面 你也不会觉得会勾丝 或者产生任何的不舒适感 然后就是爱马仕的 它的皮具的气味 是一种非常非常难以复制的气味 这个并不是说你花多少钱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当然了 这所有的要点呢 都必须在综合的基础上 比如说 它会要求在鉴定的时候 一定要用手去感觉它 所以你会发现呢 当你在学习或者在鉴定的时候 只是一个手戴手套 并不是两个手全部戴手套 那这个是正品啊 我只是在复习这些内容 然后更多的去了解爱马仕的一些工艺 然后去看它更多的细节 这样的话 当一个防品在你手上的话 你可以很快的去识别出它来 还有一个要点是什么呢 薄金包在正常填充完之后 放在这里呢 它的靠里侧的这个袋子 要比外侧的这个袋子 高出大概半个这种粗细程度的 这种高度 它并不是完全相等的 并不是一样高的 以及这个位置 看一下 这一条呢 看得出来是向左倾斜的 这条也是接近于向左倾斜 而不是向右倾斜的 这些要点呢 都可以作为 建定爱马仕的其中一个要点 log丝 deja在哪里 中途 开始 或者 来 制作 辈子 发锁辎